这是一场奇葩的挑战赛 两个男人被关在箱子里 谁先从里面出来 就会获得十万美金 箱子里的按钮代表着不同的神秘工具 而每个工具只有五分钟的使用时间 那么谁会成为胜利者呢 游戏一开始 胡子大叔就按下按钮 他拿到一把锤子 金发小哥也按下按钮 他拿到一把长刀 胡子大叔拿着锤子对着箱子猛砸了几下 箱子上只留下几个小坑 和他相反 金发小哥的长刀一点作用都没有 但是使用时间只有五分钟 他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对着箱子也是一顿猛敲 很快五分钟就到了 金发小哥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率先按下按钮 他拿到一个切割机 而胡子大叔是一把锤棍 他们做好防护措施后 就开始对箱子发起攻击 胡子大哥想把锤棍塞进铁片内 但是他要失望了 因为锤棍太胖了 怎么都塞不进去 于是他就转移了目标 打算从角落下手 胡子大叔尝试了几次 终于让他撬动了一些木屑 而金发小哥这边就轻松多了 他拿着切割机 切开了很多贴片上的螺丝钉 在他还想继续切割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 只能归还工具 你还别说 胡子大叔的破坏力还是很强的 这拆夹能力堪比哈士奇 而金发小哥这边的螺丝钉 也被切下了一大半 胜利就在前方 他们还会拿到什么奇葩工具 这是一场奇葩的挑战赛 两个男人被关在箱子里 谁先从里面出来 就会获得十万美金 箱子里的按钮 代表着不同的神秘工具 而每个工具只有五分钟的使用时间 那么谁会成为胜利者呢 金发小哥又按下按钮 这次他拿到了一把稿透 对着木头开始猛敲 他使出洪荒之力 箱子也被损坏了 他开心极了 又加快了速度 而胡子大叔这边 却拿到了一把剪刀 话说 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不过 胡子大叔还是拿着剪刀猛戳木板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只能自娱自乐给木屋修剪一番 很快五分钟就到了 胡子大叔终于要结束 这漫长又尴尬的时刻 两人又再次按下按钮 这次他们获得了同样的工具 是一瓶喷雾摩斯 这还没到庆祝的时候 这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两个大男人瞬间回归同年 开始拿起喷雾摩斯喷对方 只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玩也玩了闹也闹了 他们又开始按响了按钮 胡子大叔这次很幸运 拿到了一把电铲刀 胡子大叔拿起来就开始铲木头 工具大就是好用 铲起来一点也不费力 胡子大叔开始加快速度 一刻都不想浪费 而金发小哥那边又拿到了一把长刀 他都快绝望了 反正也是白费功夫 还不如睡大觉呢 保存体力这也是个好办法 你们说 金发小哥还能不能逆风翻盘呢 这是一场奇葩的挑战赛 两个男人被关在箱子里 谁先从里面出来 就会获得十万美金 箱子里的按钮代表着不同的神秘工具 而每个工具只有五分钟的使用时间 那么谁会成为胜利者呢 金发小哥率先按下按钮 他拿到一把斧头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一小会就砍出一个坑 而大叔那边是一个美国队长的盾牌 这盾牌的破坏力虽然不强 但是胡子大叔还是没有放弃 五分钟的时间又到了 胡子大叔赶紧按下按钮 这次他拿到一把斧头 拿起来就一顿乱舞 木头被砍得稀巴烂 金发小哥拿到一把电铲刀 他十分的开心 一激动就把电铲卡进木头里 怎么拉扯都拔不出来 金发小哥无奈了 怎么不好的事情都让他遇到了 几轮下来 这个木箱子依旧很坚固 这些工具都没有造成大的损坏 想要从里面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时候裁判提出一个办法 每人选用三种工具 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无限使用 胡子大叔选撬棍 斧头还有剪刀 金发小哥选择了斧头 剪刀还有电铲 接下来正片要开始了 胡子大叔用了一套组合法 用斧头敲打撬棍 企图破坏更多的木块 而金发小哥这边用电铲开始铲木头 果然电动就是比人工快 一小混 他就铲出一个洞 而胡子大叔那边因为是手动的 已经要泪摊了 金发小哥拿起剪刀 把洞口的编织袋剪开 露出最外面一层的钢板 他拿起电铲刀又开始铲钢板 反应却不是很大 但是震动效果很明显 只能一点点移动钢板 很快钢板就划过了洞口 金发小哥开始往外钻 幸好他足够瘦 一下子就出来了 他挑战成功了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哪三种工具呢